斗魄之无上之境 第四十三集 轰隆隆的响声开始响扯不断 每次轰隆声响起 都伴随着一次剧烈的浓动 萧丽眉头紧皱 他们在攻击护族大阵了 护族大阵 看来也抵挡不了多少时间 他们实力太强了 说完 他再次牵着萧綦的手 放到了萧严手里 声音有些沙哑地说道 对不住了 孩子 爷爷没有保护好你们 给爷爷磕个头吧 萧丽有些哽咽 此时他的老眼已经湿润了 萧严和萧綦 此时已经不能再说什么了 萧严牵着萧綦的手 拉着萧綦便跪在了萧丽的跟前 重重地扣了三个响头 看着这一幕 一行老泪从萧丽的老脸上流了下来 萧丽轻轻抹了抹眼角的眼泪说道 起来吧 萧丽轻抹着萧綦的手 慢慢地站了起来 萧綦小手被萧严这样牵着 不仅有些难为情 脸上的烟红变得更加地深了 萧丽抚着萧綦的头 深情地嘱咐道 齐儿啊 记得 一定要听萧妍的话 萧族的将来 就全指望你们了 萧綦听到这话 脸上的烟红顿时散去 一种担心涌上心头 她不知道 自己和萧妍这一逃 以后还能不能 再见到自己的爷爷 一时间 两汪轻泪涌了出来 看着萧綦的模样 萧莉强笑了笑 傻孩子 哭什么 爷爷不会有事的 此时 轰隆之声变得越来越响 现在的事态 已经不允许他们再多说了 萧莉转头看向萧妍说道 萧妍哪 现在逃出去 已经不可能了 如今只有去试试混沌 古迹是否能开启了 那地方隐蔽很难找到 你带萧綦去古迹 我和萧龙先去顶住 孩子 记住 你体内留着我们萧家的血脉 萧龙走上来 萧龙走上来 看着萧綦 手中蓝光一阵 一个地罗盘出现在萧龙的手中 萧龙递给萧綦 萧綦啊 这是地罗盘 正好你和萧炎定亲 就算是送给你的礼物吧 这个地罗盘呢 虽然没有萧炎的好 但是记录的地方却要多一些 不要去古迹躲了 现在 萧组没有什么地方是安全的 直接用这个逃吧 萧綦接过地罗盘 脸上涌上一抹飞红 而一旁的萧炎 则是一脸的冷静 仙祖 我的混沌盛宴只差一点 就完全融合了 我想去混沌古迹 把混沌宴彻底融合 萧立先 爷爷说了 古迹很隐蔽很难找到 即使出什么意外 再使用您的地罗盘也来得及 萧炎本想称萧立先祖的 意想不对 现在得跟着萧綦叫爷爷了 马上改口 叫萧龙先祖 叫萧立爷爷 这个辈分够乱的 好在他们都是修炼了 以千年计算的人 对这些倒不是特别的在意 看着萧炎在如此情势下 一点都不慌张 萧立和萧龙都投下了赞许的目光 萧綦的心中 对萧炎也多了几分佩服 好吧 就依你 不过 一定要注意危险啊 萧赞 一定要变强啊 不疼娘的在受着乱气 萧龙拍拍萧炎的肩膀说道 身形一转 便走到萧立身边 萧立转过头对萧炎道 萧炎哪 一定要保护好萧綦 现在你们快去混沌古迹吧 我会尽量给你们拖延时间的 说完 萧立和萧龙两人的身形 便向萧族的远处掠去 我们也走吧 看着萧立和萧龙离去 萧炎放开了萧綦的手 对萧綦说道 萧綦威愣了一下 略不自然地跟着萧炎走出了丹殿 两人绕过几座建筑 身形放到最低 气息也压制了下来 穿梭在云层之中 若隐若现 在萧族非常偏僻的一个角落 两道移动的身形 缓缓地停了下来 在上空 一道绿色的波纹 在这片空荡的天空之中荡漾开来 天空之中 一道犹如隐藏在这片空间之中的石门 渐渐地显现了出来 石门上布满了奇异的纹路 充斥着古老的气息 萧炎和萧綦就落在石门的前方 看着凭空出现的两扇硕大的石门 萧炎身旁的萧綦 眼中闪出无比的惊讶 自己在萧族生活了这么多年 萧族之中隐藏着这么一个地方 自己居然丝毫不知 萧炎手掌微微抬起 扑腾一声 萧炎的手掌中间 一朵淡黄色的火焰 妖艳地生腾而起 火焰如同有灵性一般 像一个顽皮的孩子 在萧炎的手中跳动着 他看着手中的火焰 手掌轻轻一挥 直接将火焰射到了面前的石门之上 站在一旁的萧綦看见这一幕顿时惊呆了 他并不知道萧炎有天火 而且根据他的观察 萧炎的这个天火 与爷爷跟自己说过的混沌盛宴 很是相似 混沌盛宴在萧族之中 有着吉祥的名头 萧炎怎能不惊讶 淡黄色的火焰 扑到石门之上 石门上面那些奇异的纹路 顿时发出一种淡淡的光芒 火焰快速地融入进了 这些奇异的纹路之中 萧炎催动斗气 加大了混沌盛宴的力量 随着斗气的灌入 石门发出一种淡淡的黄色光韵 萧炎看着这光韵 嘴角露出了一抹喜色 灌入的斗气越来越多 两扇石门之间 终于传来了一丝松动的声音 萧炎不敢懈怠 眉宇之间的灵魂之力 暴涌而去 斗气也如同潮水一般 全部灌入了混沌盛宴之中 轰的一声 随着这一声闷响 石门开始缓缓地打开 萧炎的脸上涌上一抹狂喜 她没想到这么容易就成功了 手掌一挥 石门之中的混沌盛宴 竖的飞回到了萧炎的手中 很快就融入了身体之内 石门缓缓开启 更加浓郁的古老的气息 从石门之内散发出来 化为淡黄色的气体 将整个石门包裹 露出了里面火焰一般的世界 萧炎没有犹豫 拉着萧綦的手 就向石门内走去 萧綦震惊中 有些呆呆地跟在萧炎的身后 萧炎脚步跨入了混沌古迹之中 可身后的萧綦刚一跨入 一股无形的压力 顿时便压向了萧綦 萧綦一声闷哼 萧綦也拥有天火 是在萧族排名第二的天火 但也仅仅是在萧族内排名第二 比起混沌盛宴来 不知道低了几个品鉴 自然会受到混沌盛宴的压制 萧炎回头一愣 瞬间便明白了原有 手掌一挥 混沌盛宴立即将萧綦包裹住 萧綦这才站好身形 沉默不语地跟着萧炎走了进去 进入混沌古迹 淡黄色的气体煞食消散而去 身后的石门也缓缓地关闭 整个混沌古迹再次渐渐地 隐藏在这片空间之中 而在混沌古迹之内 呈现在萧炎面前的 则是一片淡黄色的火焰海域 空中飞舞着数不清的淡黄色火焰 就像无数朵刚融合的混沌盛宴一样 萧炎看着这些淡黄色火焰 眼中顿时闪过一抹惊异 手掌轻轻一挥 空中数朵淡黄色的火焰 便飞到了她的手中 这些火焰 与她体内混沌盛宴的形态 几乎没有任何差异 而且都还带有一丝淡淡的 混沌盛宴的气息 萧炎笑了 看来这地方是来对了 手掌一张 手中的火焰又飞离了萧炎的手心 再次悬浮在了这片空间之中 这个空间并不大 此时能够清晰地看到 在空间中心处 有着一座低平的石台子 台面之上悬浮着一丝淡淡的光亮 萧炎的脚步便缓缓地 向中心处移动过去 正在萧炎身后的萧綦 看着萧炎的背影涌上一种莫名的感觉 却不多想便跟上了萧炎的脚步 萧炎你是在哪长大的 两人小心地走在这片空间之中 周围只听见火焰燃烧的痴痴声 萧綦实在是不习惯这般沉默的气氛 忍不住开口问道 脸上不自觉地生起一片飞红 哦 斗气大陆 萧炎转过头 对着略带羞涩的萧綦 很温声地回答道 听着萧炎温声地回答 萧綦脸上的飞红 渐渐消下去一些 斗气大陆这个名字 对于萧綦来说倒是很陌生 萧綦是在一个如同斗气大陆 差不多的卫面上长大的 不过那个地方并不缺少地质元气 提升斗地并不是特别的难 那也是一个卫面吧 我是在另外一个卫面长大的 我爹死得早 现在只有爷爷这唯一一个亲人了 萧綦说到这里 想起了萧丽 心头一紧变得悲伤了起来 不 你现在还有我这个亲人哪 萧严淡淡一笑 萧綦听着萧严突然说出这话 心事一正 很快脸上的飞红便再次弥漫开来 萧严 你在斗气大陆之上还有亲人吗 萧綦右手摸了摸自己 略微有些发热的脸庞 眼睛翘生生地看着萧严问道 呃 萧严一顿 刚准备说什么 突然周围的空间产生一阵剧烈的波动 能量顿时变得狂暴起来 无数原本平静悬浮着的火焰 纷纷开始乱窜 引发萧严身体所有的混沌声宴 在萧严的身上 散发出一层淡淡的黄色的光芒 萧严眼神一凝 体内的斗气顿时爆开来 周围混乱的气息 瞬间就平静了下来 看来这里面 是一个固定的能量场所 我们得尽量压低气息 不然很容易引起能量混乱 刚才我用斗气压制住了 幸好这片空间的能量 不是太过于狂暴 萧严转过头 对身后的萧綦叮嘱道 萧綦点点头 将自己体内的气息压到了最低 萧严点点头 也将自己的气息压制了下来 这才继续向里走去 这一片空间的能量构造太过脆弱 还是小心为妙 两人很快就到了混沌古迹的中心 萧严一进入这片中心 一个不大的石台出现在她的视线之中 石台上正中 有一朵不大的淡黄色火焰 散发出与混沌盛宴极其相似的气息 萧严让萧綦站在外面 一个人缓缓地向那朵火焰走去 她用灵魂之力 小心翼翼地探测 发现这道火焰的气息 和自己的混沌盛宴 竟然是一模一样的 看来只要将这朵混沌盛宴融入体内 自己体内的混沌盛宴便能够彻底地融合了 看来你的混沌宴就要彻底融合成功了 小子 这地方比较僻静 也没人 你后面那小妞不错 要不 战老的声音突然在萧严的耳边响起 去 在塔里 老是待着 萧严不再理会战老 小心地向石台中间的火焰走去 体内的混沌盛宴也释放而出 离着石台中间那朵混沌盛宴近了 萧严右手掌轻轻一挥 石台中间的那朵混沌宴便飞入了萧严的手中 顿时间周围的火焰再次开始暴动起来 收 萧严一声冷喝 立即盘腿坐在石台之上 两只手分别拖着两朵混沌宴 左边的大 右边的小 石台之上的混沌宴在萧严的手中并没有反抗之意 但是萧严却能够感觉到 这朵混沌宴里面还有着不少狂暴因子 随着萧严冷喝声的响起 漫天飞舞的火焰都纷纷向萧严涌来 旋即便钻入了他右手的混沌宴之中 在萧严身下的石台之上 跟着就出现了一个诡异的符文 这个符文一出现 萧严便立即被一种奇异的气息包裹住 更诡异的是 他手中的两朵混沌盛宴竟然自主地脱离了萧严的手掌 悬浮在了空中 并缓缓地靠拢起来 两朵火焰刚一接触 便发出痴痴的声音 一股强大的能量 顿时间扑腾而出 空间之中原本飞舞的火焰 也尽数涌入了原来石台之上的那朵火焰之中 空间之中的这些火焰 便是这朵混沌宴演化出来的吧 两朵混沌盛宴在空中缠绕着 一时间开始迅速地融合起来 在两朵火焰融合的过程中 隐隐约约能够听见古迹之外不断地轰塌之声 萧严眉头紧锁起来 而萧綦听见那些轰塌之声 心中的担忧更加重了 这次不绝对 在马上就出现了 灯火焰的火焰